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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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校服是 又不可以化 濾妝 又不可以設定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樸素 而且在劇中 我是一個讀書很聰明 又經常被人欺負的人 所以跟我中學的時候感覺差一點遠 因為我中學的時候讀書成績 就普普通通 因為長頭髮經常被人感覺很斯文 很內向 很局限自己 我覺得短頭髮就像我真實性格多一點 我也隨著短頭髮開朗了 活潑了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你很斯文 你都會開始局限自己 即是我不可以做些粗魯的事 我不可以很活潑 短頭髮的人 就不會覺得你太女神 或者很女生 你說你打球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打球 接觸籃球 我是兩三年前才開始打球 接觸這個運動是因為那陣子沒什麼工作 然後我的中學同學就拉我出去 他跟我說你不要再留在家了 然後出來跟我打球 然後我就覺得很釋放壓力 亦都沒有現在發現了自己 有時候都挺準的 就開始真的打球 半年之後就入了Hero隊 那你經常打籃球 會不會都是簡單的 會啊 因為下午太陽太曬了 我最近還要去行山曬黑了很多 這個是我人生的底線 每次拍新廣告都很多人去serve你 可能裝頭啊 攝影師也要take care你 即是你是最明的那個 也都拍出來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些作品通常會不會得追其他人 我也很喜歡檸檬茶的廣告 雖然那時候長頭髮 但真的拍得很漂亮 我也很感謝導演 到了今天也很感謝他 我也拍過一些護膚品的廣告 那時候印象都很深刻的 因為整個尖沙咀的電梯 可能十個螢幕都是自己 那我自己又特意去打卡拍照 我也是覺得很震撼很感恩的